来自瑞士的普敏道神父 创立圣心教养院 服务重度多重障碍者 并在百岁时立下心愿 要筹建一座终身教养机构 但是梦想尚未实现 却前往天堂休息了 普神父的故事触动人心 各界协助在2009年新机构启用 以普神父之名名为敏道家园 我们希望天堂要交付我们的这个计划 请你们台湾的大人 多大方的勇敢的帮助这个新计划 这个就是我们普神父的纪念馆 普神父的精神真的很伟大 在台湾奉献跟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 我们这里有大概三分之一都是 重度极重度的神殿障碍者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家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们是 可以在这里接受我们终身的照顾 家园里的终身照顾是提供个别养护照顾 也有多元休闲 用爱来打造温馨的环境 这里是我们敏道家园的生态园区 我们在那边也有养鸡 还有一些动物在那边 在生态园区里面 有动物园区 也有景观步道 孩子们亲近大自然 也藉由大自然的情境引导专注学习 可以降低情绪等行为方面的问题 也能发展互动教学喔 这是我们的园医教室 这下这个是芦荟 它们在栽植莲花 都是我们这边的院生在种的 由无到有 所以台湾他们就去 他们可以贩卖 所以我们可以炸成果汁 这个可以炸成果汁 这个可以炸成果汁 再洗一洗可以炸的 三梅子粉 它是老性麻痹的小孩 比较没办法久战 它是为了浇水 可能要站起来的时候 让它训练 心都站起来 然后教他 做成他享受 厉害好棒喔 原一般是以生产可食用的植物为主 从种子一路拉拔长大 拨种 施肥 换盆到收成 现在我喝的是最快天然的 喝饱了 我就要去学一样非常特殊的才艺喔 好 现在要做这个是什么啊 贝壳化 我们料有很丰富的贝壳种类 片我们的作品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一包是 酥 像这样的蛋糕 开心怎么摆就怎么摆啊 第一个我们先让它意教于乐的感觉 有的状况比较不好的 我们先让它有一个手部跟头部的协调 让它们用这个贝壳或是豆花来 来练习它们的手部的灵活 写一个协调 对 蛮厉害的 它可以呈现一个很完整的作品 哇 好清晰的制作 要实时注意贝壳粘贴的位置 还有贝壳的种类颜色适不适合 一个不留神就可能毁掉画作 明道家园就是它们的家 我们也会根据它们不同的状况 定定不同的目标 比如说像它们也有园艺的部分 也有在餐厅的部分 让它们从工作当中去得到肯定 比较重度的部分 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它们的生活品质 希望它的健康 它的一些情绪 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它就是一辈子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所有的服务 都是为他们的中生教养在做奠定 普敏道神父认为 必须有一群无事俗牵挂 能日夜照顾身心障碍孩子的人 于是请加尔莫罗传教修女会担任此工作 具有药剂师资格的满永轩修女便是请医 1988年满修女自菲律宾到台湾 从此不分昼夜接送病童就医 因为他们都会认识我们 他们都会听得懂 他们也有感觉 今天的孩子都是众多几种度 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办法照顾身体的 所以我们都全部讨论他们 对 因为果实上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清楚地表达 要怎样才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都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才只注意到 比如说我要去讯到某个孩子 他的眼睛都会跟你跟着你这样的看 不要是说 你到那边了 我在这里你没有看过 而且他们会激动 是哦 嗯 比如说你要喂这个孩子 慢一点喂他 他会生气 他会生气 不给你开口 如果你要喂的话 他会喷出来给你 还会耍脾气就对了 是是是 他们虽然没有声音 可是没有声音 并不代表是 没有情绪 没有情绪 对 满修女把大家当成天主送来的礼物 用心疼爱 满修女说 正因为孩子不会表达 所以一言一行都要非常谨慎 我们无心的一句话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们来没有多久 我们有一个孩子 有过世 过世后我们 我还没有过世 我们送到古医 不止医院 但是不止医院那边 也没有病一罐 那个是一个晚上 然后他们叫我们去找附近的坟墓 我就是带孩子 那个师弟 被孩子在那边过一个晚上 也过他一直把孩子的棉被 一直想要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孩子 因为怕他会要 要孩子 整个晚上就是一直念玫瑰镜 或是唱唱歌 我们两个人而已 一个虎子 一个胆子 一个是师弟 我也没有害怕 可是很难过的是 家里的人联络不到 找不到 虽然他们比较不大喜欢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觉得 如果他们在才比较好一点 孩子的身体情况 无论身体或心灵 只要没有退步 就是最大的进步了 我们得让他们活动活动 身体才不会因此 长期躺着的退化 走 来去逛超市 你看 这边有光的花 很漂亮 你没看到 很漂亮 虽然是受到生理障碍影响 我们仍然拥有 无限的火力与理想 每次走入社区 与方林零距离 大家都非常开心 透过参与社区活动 建立了智信心 和社会互动的能力 我们跳区域 他们要去看地 不到150公分的满修女 当他坐上驾驶座 是无人能敌的神勇 而且他手袭 嘉义的每一条道路 这20多年来 满修女接送就医 可是练就了高超的驾驶功夫呢 我就是170多 我放来的时候偶尔 警察会烂下来 然后我问警察说 对不起有什么问题吗 他就是看看我而已 没有走走走 本来我不想 我怕怕 嗯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高 我很矮 然后脚很短 所以不明道宣布说 还是要 我还是要必须学开车 嗯 因为为了我们小孩子 晚上要什么精光的时候 还可以 就是开车送他们去医院 这样 对啊 听他的话 也要服从嘛 而且他告诉我 如果我不是八十六岁 我爹你改车 当然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 我还是说 好吧 去看看嘛 满修女说 我将我的医生奉献给天主 希望能够做好 照顾病人的工作 我们也谈到多年来 照顾孩子的点点滴滴 他说 你以为我可以帮孩子很多吗 结果反而是孩子帮助了我 让我体会到 人生的爱 好 尽量的微量 我有自己的想法 无比万物高无远 存在着世上的意义 没有一个人放弃的权利 我会牵着你的手 当时不要自己走 面对选择的时光 当心里迷惊的角落 有一天我会想说 因为不要自己走 失去感想的时候 记得感觉也有清澈的天空